马太福音 第二十八章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莫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定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抱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着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避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 说, 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 由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兵丁受了银钱, 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